李宗盛議員 展國系列的第二節 政治思潮與雨傘運動的第二節 就是毛澤東思想和這個 撐散青年 我們改名叫撐散青年點毛澤東 如果你們有看過 上網去找一下青年毛澤東 這些字眼打進去 你們會見到一張圖像 有一個幼華人 日華東在毛澤東出來的時候 他拿著一把傘 有穿著一件長衣 很飄人 本來我們想用那個來做傳傳 不過我們的技術人員 解釋度太低 所以沒辦法在這個年代做不到 今天我們有兩位講者 就是陸欣廷 陸欣廷應該大家都一定會陌生 就是我們留民 留民主課室的其中一個負責人 他就是會從這個 一本書 就是這本 也是一個舊版的 你也看到兩代的差距 這個就是中文大學出版社 這個就是舊版 《毛澤東的中國及候》 《毛澤東的中國》 這個名字好像改了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候》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其實《毛澤東》這個作者 其實是做一個歷史 真是49年之後 前後開始講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不過用《毛澤東》作為其中一個主線去處理 為什麼會提這件事呢 我們叫阿鹿 或者YT 他會跟大家解釋 選這本書 對我們來說 就是留民來說 就是當下在雨傘之後 討論這本書 或者討論中國 我估計都重要的 因為最近你看到很多議題 就是在散後之後 包括光復運動也好 或者各種中國矛盾 其實整個雨傘運動 跟中國矛盾都有很大的聯繫 所以重新去理解或者討論 我估計是不可笑的 所以選擇這個課題 也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另一位講者 我也不需要多介紹 就是羅應生 就是我們領埃大學的同事 在領埃大學教文化研究系 他那本書應該是80年代初期 或者70年代 應該是80年代初期買的 所以他的資歷都很深的 在研究中國歷史和華東 我不阻礙大家的時間 下面我先交給李仁平 介紹這本書 以及引起一個對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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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保強 也很感謝羅應生 今天晚上你和我們的科技 不好意思 白聲 不行 今天題目 《燦燦清滅毛澤東 讀毛澤東的中國及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就是我手上這本書 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這本書是我去年在書展的時候買的 是 那時就走過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來的 看見 揭開了 lite 發覺 挺好的題 本身 要是この翻譯 我自己就基本上對毛澤東 是沒有認識的 我唯一的認識就是透過讀這本書 再加上它的副題 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去年書展七月圓倒的時候 當然沒有八三一決意 但那時候已經在說爭取真普選的東西 當然要認識一下 你將會跟他打交道的一個中國共產黨 究竟他的背景是怎樣的 他的歷史是怎樣的 簡單一點就是起起他的底 要知己知彼八字百姓 所以那時候買了這本書 亦都一看就發覺是很想快點看完 因為事實上的確是寫得挺好看 好像追小說那樣 基本上我想都算很厚 但我都兩三個禮拜之內都已經看完了 那這位作者 這位作者叫Mioness 有個中文名叫馬洛斯 他是在美國的芝加哥大學歷史做教授的 那這本書其實在外國玩美國是挺通行 也都是一本經典 是對於 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一本經典著作 那大家都經常聽到很多概念 左、右、又或者是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等很多很多 其實進入這本書之前 可能對一些基本的概念我們需要有一些理解 譬如我們聽到很多中國歷史 打成右派、極左等等 其實那些是什麼意思呢 就算現在坊間可能很多人都說 左膠、右膠等等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清楚左右大概定義是什麼 或者這些基本的概念我們可能需要大概釐清 或者有些定義之後才進入這本書 就會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 或者我簡介一下 譬如什麼叫左、什麼叫右 那個典故就是在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當時法國議會 有一班算是類似民主黨 就是主張共和 主張自由、平等的一班議員 就坐在國會的左邊 右邊就坐在一班建制派、保皇黨 那源自這個傳統 左右通常就是凡指 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公平分配的一班 理念的人 右邊就是可能保皇、保守 就是保護建制維持現狀的一班人的一個代名詞 那同一時間如果是 有時候會聽到在一些經濟範疇裡面聽到左、右 那可能經濟方面的左就是主張是平等分配 不主張經濟放任政策 右的話就可能支持自由市場 支持放任經濟 支持大市場、小政府 然後至於馬克思主義 大家都應該經常聽到 其實我大概很籠統 很大概這樣說 其實它有一個歷史的社會全面進程 是在它裡面 理論裡面想說的 首先就會由原始社會 進入封建社會 就是可能有帝王 有皇帝 有貴族 有奴隸 然後進入這個資本主義社會 就是類似我們現在香港那樣 有一班資本家 控制著一些生產材料 比如工廠、機器 然後去找一班無產階級 基本上兩手承命 走來打工 付出勞力的人 去為他們打工 然後勞動成果 其實可能 製造出來的東西 可能未必跟生產者 勞動者 即無產階級是有關係的 可能生產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電話 沒有明顯很容易理解 就是生產者 和生產出來的那件iPhone 其實可能完全沒有關係 他自己都買不起的 而資本家就是透過去 控制著這些生產工具 去向這個無產階級 剝削他們的勞動成果 從而賺取他們的金錢 那些資本家可以叫做給月貴 你知道資本主義 通常的定義就是 要賺最多的錢 賺到盡 那很明顯 廠房機器那些 不能接流的 唯一可以壓榨剝削的就是工人 那是無產階級 那無產階級去到一個地步 就會團結起來 反抗資本家的剝削 進而去長奪 生產工具生產資料 佔據廠房主義之類 一據馬克思主義所說 就會進入這個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階段就是 生產資料 基本上是無產階級擁有 或者叫做公有制 或者國有制 跟著當 資本主義的情況之下 當經濟發達到一個地步 基本上是 優勢不優主 只不過是資源分配不均的時候 經過社會主義 就會進入最理想的 烏托邦階段 就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 大家都經常聽的 就是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 各盡所能 就是基本上 所有人都可以選擇 自己喜愛做的事 就不用為了賺錢而打工 從這個工作上解放出來 各取所需 基本上你會有牧主 有食物 你不用擔心日常生活需要的顧慮 基本上人是真正達到一個解放的地步 這就是大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進程 這是馬克思的理論 當然馬克思理論之後 就衍生很多 譬如大家聽到年齡主義 子大林主義 毛澤東主義 其實都是在說 蘇聯或者俄羅斯 或者中國的領導人 嘗試將馬克思主義 實踐在他們的國家裏面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修正 有一些改動 有一些因應在地不同經驗的情況之下 一些改變的理論的內容 所以衍生到很多不同的主義出來 這些可能我們之後會再說一說 這本書 我覺得特別的地方 它不是純粹很累積地說歷史 散修修地說 它是以中國經驗 以毛澤東或者共產黨 嘗試將馬克思主義理想 實踐在中國的時候 的一個理路 一個標準 去衡量共產黨的歷史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 挺有趣的閱讀來的 非常推薦大家去買這本書 其實網上也有這本書 今天大概流程 可能已經講晚了 大概流程 我就分開幾步 一部分就是 會嘗試說回 在共產黨奪權之前的情況 和共產黨奪權之後 我挑選了三個大的運動 可以和大家一起說一說 究竟那個實踐是怎樣的情況 在共產黨奪權之前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五四運動 那幫知識分子 或者是一些 封建時代 一些時薪的後代 都對於當時 可能國家的狀況很不滿 清廷腐敗 和大家諸如此類 走出來去追求一些 那時候相對是 比較先進的一些價值 例如可能是 德先生、蔡先生 大家都知道的 而那時候有一本雜誌 叫做《新青年》 就是陳獨秀創辦的一個雜誌 那時候 毛澤東是很受這一本雜誌影響的 裡面有提及到很多西方的 最流行、最新的思潮 剛才說的可能是自由主義 或者反思主義也都有 配合著 這個所謂叫做《新文化運動》 配合著那時候的 1917年 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成功 再加上當時的中國背景 就是 我們要反封建 希望不再繼續瑜伽那種 瑜伽那種的想法 去發展我們的社會 同一時間 又對於帝國主義下 那種 什麼德先生、蔡先生 那種虛偽的 一種自由主義的想法 也都好像 不是很想接受 很自然 唯一的出號 在那時候來講 就是會選擇馬克思主義 因為他有提及到 資本主義之後 究竟我們還有什麼進程 是令到大家的生活更加好 所以毛澤東那時候 是很受新青年 這本集字的影響 在1921年7月 這個共產黨正式成立 1924年的時候 國共聯盟 嘗試去消滅軍閥 那時候 基本上 國民黨 基本上追殺共產黨 牽涉到 後來 我們 大家都聽過的 25000里長征 1934年 基本上 那時候 紅軍 由江西瑞金 一路向西北 中國大西北去走 走到 閃北的延安 有8萬人 只剩下1萬人 途中被追殺 中間很多情況 最後都死了很多人 那之後 其實那個影響 就是 就是 其實是 衍生了一種叫做 閃安精神 就是很影響毛澤東的 那種閃安精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是很有使命感 你8萬 最後只剩下1萬人 那 這樣都不死 對不對 基本上是 非常之 還不是我 那時候 肯定是有些原因 才可以 生存得到 有很強的自信心 還有 再加上 就是 閃北 或者 中國大西北 基本上是一個很窮的地方 很窮的地方 那 就是 你在那裏 基本上是優養生息 養精充育 你是 非常之艱難 養成了他們 非常折檢 非常樸素 的一個生活態度 他們有一些 口號 叫做什麼 毫不利己 專門利人 就是一種很合作式的 一種共同生活的一個 一個方式 去 維持他們 共產黨的一個 一個延續 一個發展 還有很相信那種 維以致論 根據這本書族製所說 維以致論 就是說 你信 你有信念 你就可以 做到的了 八萬死亡一萬 是吧 有什麼不可能發生 這個其實很影響 毛澤東之後 他在執政的時候的一個態度 同一時間 那時候延安時期 大家知道1937年 日本侵华 國民黨 採取不抵抗政策 共產黨 因為始終中國很大 日軍基本上 沒有可能遍佈整個中國 相對地 可能偏遠 山區 六川 就會沒有受日軍侵略的影響 同一時間也給了機會 共產黨 優養生息 重新再出發 還有由於他和農民一齊相處 也都認識到農民 也都取得農民的信任 在宣揚他們的共產信念的時候 也都得到很多農民的支持 這些都是他在這個延安時期的時候的得著 基本上當時有很多青年學生 或者知識分子都刻意去追隨他們 為了理想去打拼 也都在這段時間 毛澤東做了很多論述的工作 社文 理論 等等 這些就發展成後來的 毛澤東主義的主要內容 當然 有理論空缺的 其中一個空缺 很明顯就是 馬克思主義實行於中國 馬克思主義講無產階級 那時候中國哪有無產階級 或者有都好笑 城市可能工業發展都沒有很發達 哪有無產階級 尤其是共產黨在農村起家 農村有中農富農 下農農故農 哪有無產階級呢 但是 沒有問題的 毛澤東就覺得 無產階級沒有 但是他相信人的意志是可以合併一切 你沒有無產階級 農民不是無產階級 但是農民可以有無產階級的思想 只要你有那個思想 你也可以進行歷史進行革命的情況 這是毛澤東嘗試捕捉馬斯的理論空缺 在共產黨奪權之後 剛才說過其實很得到農民的支持 城市方面 由於國民黨都管治得非常不好 也是貪污腐敗 官僚等等 基本上普遍當入城的時候 都得到當地城市的人的一些支持和同情 而城市因為始終不像農村 農村是 始終一班農民是受到這麼久以來的剝削 他是有很強的衝動 希望改變那個狀況 所以農村是非常革命的 非常需要改變 非常願意去改變 而這個城市相對是保守的 奪權之後他們有一個計劃就是 三年恢復 十年發展 奪權之後就是一件事 很簡化的 有很多劇集都沒有提到 譬如韓戰那些我都沒有提到 1951年1952年 就嘗試做思想改造 宣揚一些信息就是 我們拋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 資產交思想 主張禁辱主義 為人民服務 這些都是共產黨的精神 當時大家都記得有三反五反 三反五反其實不是為鬥而鬥 它是有目的的 其中就是 反官僚主義 其實它的目的都是想清洗 在政府機關 黨內部一些 國民黨的殘遇勢力 令到共產黨可以全面 執政掌握所有的政府機關 反正就是 基本上是主要針對一些 私人化的企業 希望透過一些 調查 譬如查它有沒有流稅 有沒有盜視國家經濟情報 等等等等進入去一些私人的一些 企業裡面 從而去奪取他們的控制權 由私有變成公私合役 到最後變成國有化 這些其實都是邁向他們希望 將所有東西變成公有化的其中一個步驟 另外就是土地改革 1950至1952年 那時候目標就是奸者有其田 目的當然是希望消滅地主 消滅地主階級 基本上他們將土地回收之後 重新分配給農民 值以提高生產量 因為他們的想法就是 農村一定要有一個 差不多的生產量 才能夠支持城市去進行它的工業發展 工業發展 城市工業發展 你知道城市是沒有生產的 城市是需要一些良性的支援的 那它就要透過 算是剝削 這個農村 將它的成餘農產品 去給城市去使用 城市工業發展 得到發展之後 從而希望可以回到頭 將農業生產工業化 做多些機器 幫助他們產量再增加 因為當時這麼窮的情況之下 這是他們的一個進路 所以在那幾年裏面 三年間農業生產量升了15% 其中30%的農產 就是撥了進去城市 撥進城市的模式 基本上是 他們要向農民 以一個相對低價錢 賣給政府 賣給黨 之後撥進去支持城市經濟發展 所以為什麼說是一種剝削 其實很多不少都是 下一步就是 向社會主義過渡 第一個不原計劃 1952年至1957年 當時他們做的就是 農業集體化 他們成立很多 互助組 跟著合作者 互助組可能是說 一條村裡面的幾戶 聯合在一起 嘗試分享一些 比如工具 互相幫助 的一個精神 跟著幾個合作組 再組成一個 叫做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就大一點 大型一點 真的可以互相幫助 做一個大型的生產 然後再組合 很多這些 初級農業合作社 變成一個 高級農業合作社 之後再轉化 基本上 那個精神就是 集體勞動 集體生產 當時 他們就 一個這樣的 理念 他們就不是說 要 農民要自己參與 基本上 他們會派幹部下去 和他們 慢慢慢慢 去做說服的過程 基本上 希望 得到他們的自願參與 那時候 黨的目標 就 相對地 是 可能他們計算的時候 有一個目標 就是1957年 希望有100萬個 毛澤東 就覺得太慢了 就 好像 他那時候說 好像小腳女人 那樣 走得慢 又怕 那樣 就 在1956年 他就 期盼在1956年底 可以130萬個 就質疑黨 是有一個 有傾的傾向 基本上 是落後於形勢 人家 農民都已經 很積極地生產 是不是 你有沒有可能 覺得他們做不到呢 這個有傾錯誤 就是保守 你剛才說過 就是相對保守 黨怎麼可以犯這些 保守的錯誤 是不是 最後事實上 毛澤東也都 正確 因為那時候 是1956年底 其實是 最後這些 1956年底 是190萬個 是超咬斷程 當然 這個也增強了 毛澤東的信心 來到這一步 其實 基本上 已經 可以叫做 中國已經是一個 社會主義國家 以當時 毛澤東的判斷 就是說 城鄉的私有制 已經完成了 沒有地主 土地平均分配 城市的私有產 私有的企業 都已經國有化了 再加上 就是 共產黨已經執政了 共產黨是一個 社會主義主張的政黨 權已經斷了 毛澤東那時候 已經覺得 中國已經進入了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階段 當時 他有一個理論 想法 就是 一窮二白 中國一窮二白 沒有什麼好 他覺得不是好 或者是一個特點 就是 一窮二白 就是 你可以 因為窮 而 可以透過 學習 其他地方 資本主義的一些錯誤 一些 一些 經驗 來去幫助到中國 可以 有可能 有機會 直接 可以更加快地 進入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階段 就是因為我們窮 因為 沒有 資本主義的 一些既得利益者 的 反動力量 就是當你受這個 資本主義影響的時候 可能你不願意再繼續 進行改革 中國 希望 可以更加快 可以進入到 之後的 一個理想狀況 所以這個是 毛澤東是覺得 這個反而是一個 優點 一窮二白 這個想法 去到大躍進 1958年 1960年 當時在聯計劃 之後 有一些問題 產生的 其中一件 就是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 就是 城市的工廠 裡面的廠長 一廠 廠長 極大 濫拳 真正的工人 基本上 不能夠參與一些決策 另外 有一些技術官僚 技術官僚 主要是專門做一些 技術相關的工作 就是整機器 之類 基本上 不是真的 好像工人 那樣 落手落腳 體力勞動 廠長 官僚 都是比較 努力勞動 多些 用老多 就不是好像 無產階級 那樣 透過體力勞動 去爭取他們的勞動成果 享受他們的勞動成果 那 那 還有這班人 基本上是得到一些特權的 比如 人工會高一些 有各種各樣的風力去支持他們 那 其實很多這些政策 都需要再修改 又漏洞 那樣 當時的情況就是 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就是 可能 投資在城市方面的資源 是相對多 或者 始終你都很方便是農村 去支持城市 城鄉的生活質素 環境 等等 教育醫療等等 都是差距大的 那 再加上一條 意思形態衰退 你當一個地方官僚 你還有什麼動力 繼續向前去發展社會 進入下一個社會階段 呢 那 這個是當時 大躍進的時候的 一些問題 那 剛才說過 他已經 聲稱說 已經在社會主義階段 的國家 下一步就是要向共產主義邁進 共產主義邁進 當時他們就實行一個人民公社的運動 主力就是希望平衡 或者拉近努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野 就是他們那時候有一句口號就是要人又紅又專 紅的意思就是你要有這個革命的一個思想 同一時間你又要專 就是你要懂得去做一些可能相對比較技術一些的工作 譬如你是耕田的 你又要懂得去搞一些機器 或者懂得一些科學知識 反過來你是做可以努力勞動的技術官僚 你都需要去樂田 或者去耕田 去做一些體力勞動 那 就 還有他們當時也是很願意去權力下放 這個是毛澤東本身他自己的一個想法 因為他覺得農民是很有創造力的 農民是很有革命的思想 他絕對很歡迎把權力下放下去 讓農民 包括現在這個人民公社去決定自己的一些主張 那時候也猜出的人都能夠成為哲學家 科學家等等 只要你有信念 就是剛才說的那種唯義自農的想法 其實現在都看到那些食材出現 當時男性主要是做那時候的一些基建 譬如是水理工程 女的就是做農業生產 以及一些手作工業 輕工業的東西 反而那時候相對地是男女平等一些 大家都有一個分工 而女性分工也不是純粹在家裡照兒子煮飯 基本上他是從這些這樣的家庭勞動中解放出來 去做一些當時覺得很實在的一些生產 還有那時候也有一些叫鄉鎮企業小型工業 去做一些製造農業工具 修理農業工具 化肥廠 農副產 等食品加工等等 還有毛澤東也很著重的一種就是 建造很多業餘學校 半工半讀 希望人在工作之餘也能夠學習 基本上是想教育和生產相結合 達到他所說的又紅又尊的一個階段 當時有一個廬山會議 彭德懷下台 毛澤東其實也承認錯誤 始終大躍進 有他的成功的地方也有很多錯誤 令到很多人死了 也有很多人死了 當時他自己在廬山會議裡 也提過 土法連鋼的 不知所謂 錯誤的一些做法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之前 基本上去了蘇聯 開會 當時在哈魯雪夫和一班人 雙方會議面前 基本上是在平毛層東 搞這個大躍進 搞得很差 基本上是死了很多人 諸如此類 回到來之後 毛澤東對他非常不滿 因為他是誹謗 為何說大躍進做得那麼差 看不到一些正面的事情 不只是有差 也有好的地方 基本上把彭德懷打成一個有傾 機會主義分子 即是說他太過保守 即是有傾 即是這樣的意思 當然大躍進的錯誤 有很多成因 其中當然那幾年 有很多天災 水災 暗災 也有床台 也有 再加上那時候 很多官員 去荒暴產糧 荒暴產糧 和掩飾 那些飢荒的事實 他怕亦都被黨打成有傾機會主義分子 那這些真是有因有果 那就到文化大革命 十年動亂 1966年76年 那時候大躍進之後 毛澤東都算是退後了一點 那當時劉少奇算是掌權 那在劉少奇的時期 他基本上做很多的政策 都是和毛澤東是有少少相反的 即是將他之前做的事 或者想法 是反過來去做 那就是 當時所謂的官僚復辟 那就是 城市 領導權重新集中化 集權化 那城市方面 那可能又回來一些權威力度 廠長又繼續 可能又給他們一些權力 從而希望增加工廠生產 那也有技術官僚 又是可能重歸 主要只是做一些努力勞動 還有他們是鼓勵一些物質刺激 就是可能你是透過做多些 有一些獎金的寶座 鼓勵你們去 就是 叫做 競爭這樣 一種競爭的模式 變相其實是減弱了那種集體意識 就是 不是再好像之前那樣 一起團結去做一件事 集體化那種意識是慢慢消減 那人民公社也都回回頭 變回了一些生產隊 或者是合作社 那些叫做 互助社那樣的東西 就是 就是在那時候 就是產生很多問題 就是 又是一些 幹部副龍勾結 特權階級 剛才說過那些 那些 那個成反差距也都變回大 那毛澤東基本上是 非常之 覺得不妙 那 就看出了一個叫23條的 章情 那 那 叫嚴三條 那 那 指在 就是目的是 希望整頓黨內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牌 就是基本上 暗指都是劉少奇 那 那當時呢 那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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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沒有階級就只得了人民內部矛盾 但現在劉少奇我們應該用什麼想法去界定他一個A人呢 什麼派呢 他就類似有一個想法就是 儘管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面 但依然都有一個新資產階級的情況出現 新資產階級思想 或者新資產階級分子 劉少奇就是這些分子 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平回頭 因為始終自己事人無多 又不忍心 中國變回回頭路 繼續變回一個官僚的地方 應該要繼續推展革命進程 所以就發動了一個文化大革命 大家都聽過熊偉冰 主要都是由中學生大學生組成 當時很有趣的事情 都指明說 不要影響工人生產 不要影響學民生產 你就算去參與文化大革命 你也 放下班才去吧 不要紛爭下去吧 當時也死了很多人 當然有很多批鬥會 主義之類 大家都知道 但是更多的就是 可能很多人覺得那時候死了很多人 可能是因為那些批鬥人的紅衛兵 他們的暴力 武鬥 令到很多人死 所謂這些極左分子 但是其實根據這本書的作者說 做了一些統計 看回資料 可能更加多死的人是因為 因為在處理這些所謂武鬥的情況之下 軍隊出動的時候 軍隊的鎮壓 令到更多人的傷亡 當然很多負面的事情 但是其實那時候 毛澤東也很著重龍川的發展 也不是完全是差的 他基本上當時文革的戰場就在城市 龍川相對地是比較有病 沒有什麼特別事發生 當時他有一些政策叫做 赤腳醫生 本來一個正常醫生 讀六年才可以出來行醫的 這樣就縮短 讀三年 讓多些人可以參與去讀 然後讀的課程內容也沒有那麼深的 只是希望 可能簡單地醫到頭暈身慶 傷口感冒 那你就可以下去村裡幫忙 從而希望可以儘快改變得到 龍川的醫療狀況 這些叫做赤腳醫生 譬如有一些龍川小學 龍川小學也很願意下放管理權 讓他們去因應著不同的地方 去設計他們的課程 那就憑下中龍工人士兵 相關的後裔 也都可以是有先入學的權利 那龍川人入學 或者就算城市人入大學也都是 他們是需要參與一定時間的勞動 才可以讓他們入學 作為一個入學條件等等 等等等等 那或者來到這裡 都大概說了去到文革那個時期 那幾點之下我們可以 看一看 就是 首先 這個也是作者提出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的民眾運動 這麼有理想的一班人走出來 但是到最後都會有一個 相對成熟一些的 民主政治體制出現 那些運動也都能夠達到一些 他們預計的目的呢 那這個可以一陣子放入討論 聊一聊 還有很多人說 現在共產主義 就是這個正統的馬斯主義方式去實踐這些 去實踐這些這樣的思想 那是否可以這麼快就把這個想法 這個思想去放棄 而不值得在這個時候 我們重新讀一次呢 那這個可以再談 還有第三就是群眾運動 什麼是群眾運動 如何另一個群眾運動出現 發生 那這一部分 或者我可以把時間交給 郭先生可能要少少 可以和我們處理一下 另外這張照片就是剛才 許保強提及的 毛澤東撐散照 我們放在這裡 最後給大家看看 好 謝謝 好 那我接力一下 借完剛才 阿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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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跟我們很精妙地 那張 馬斯拿這本書 就 跟我們分享了那些基本的內容 那 那令我想起 就 我 就是現在計錄應該有 也有三十年 有三十年 應該有 就是三十年前 第一次去的時候 那個阿鹿 應該很難 是沒有三十年也不知道 我記得了 但是我有一段 是很 很 很 喜歡 就是看毛澤東 跟大學裡面很多 很多 同學 朋友 那些 就一起研究毛澤東 那這個當然 就是 就是這次 搞這壇事 許寶強 和我都是當年 中大國事學會的人 那段時間 的確是 是 很有 很有 力 去 了解 毛澤東 與毛澤東 相關的一切的事 那 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我 這次來講 都 都想了 一段 時間 因為 我現在 是不是那個毛呢 是不是 國事學會那時候 那個狀態呢 那 我來這裡 雨傘大學 講 毛派思想 那我是不是毛派呢 那 就是這些問題 是很直接的 就是給你一個台 那大台也要拆 那現在還 還給你一個台 在那裏講 那是不是宣傳這件事呢 是不是 你相信這件事才好 你講 那 那我覺得 我就 可以做一些 comment 不過呢 comment 已經是 進入我另一個 模式 因為我後來 在大學教書的時候 都 曾經有幾年 是教過一些 和諸國相關的課程 那裏面 都有講 但是 教書的模式 就不同 就是 教書呢 就是 沒有什麼說 你一定要有什麼冷場 這樣 研究呢 也是 是這樣 我一定要客觀中立的 這樣 那 我呢 就不是搞中國研究的 所以我研究這個模式 就 完全談不上 有什麼專家的地位 但是我覺得 今天這個場合 都不是研究的 但是 是不是教書呢 可能是少少 但是 都 跟我今天 後來覺得 都應該說一下 心情是不同的 那我現在說的是 就是我描述 我現在的狀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反思的模式 這個反思的模式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 現在我們發生 叫雨傘運動 有些人要叫他做雨傘革命 那 有些人說革命 那 那 那 要推翻政權 那些才叫革命 那 有些人說呢 就不是的 你看 潮流革命啊 音樂革命啊 這些都是叫革命的 就是 廣告化了的革命 兩個字呢 就都可以革命的 那 這個當然就是 不是太serious 不是太嚴肅的去講這個事情 那 我希望會嚴肅一點 那 因為 今時今日在這裡講革命 好像都沒有什麼代價 反革命的代價 就可能高偏面 那 但是 如果我們真的要 就是 對 香港的未來 以中國的未來 就是有所思考 有所 貢獻的話 就是 就是 是否革命這件事呢 我覺得是 是很認真的 那 香港也有不少人呢 都在講革命這件事 那 另外又 講回七十年代 那時候 朋友啊 那時候呢 也有一代人呢 也是很serious的 去講革命 那 若非你 不談革命 要談革命呢 就 不能不 舉出 世界上 過去 幾百年以來 成功 或失敗的革命 的例子 如果你說 不是的 我們不是講革命的 我們今天呢 就不同 應該說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說自由主義 應該說民主 應該說人權 應該說其他事情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 我們 喂 你都不會想革命 那 怎樣真的帶來 香港徹底改變呢 那 這個是一個 革命好像突然間 拉到我們很近的 一件事 那 第二個理由呢 就是 喂 你跟中國現在有很多 叫做衝突 很多矛盾 出現 那其中一種 說 為什麼香港要搞到自己 那麼不同呢 要 脫離中國 或者是這些 想法 背後呢 其實 是不是我們 錯過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呢 譬如說中國和香港 在過去很長時間的關係 那麼這個關係呢 我們怎樣描述它呢 一 你當然就可以 由訴諸民族而言 說 如何我們都是 血露於水的 無論如何 我們都是 都是同一個民族的 但是 何為民族呢 民族就是 大家面對共同命運 所謂命運共同體 怎樣是共同呢 如果中國過去 是走過那條路 結果 得出來 就是今時今日的 中國和香港 那麼 它那個 這條路走得對不對呢 那麼 那這條路 可以怎樣概括它呢 香港在裡面 有沒有部分的呢 有沒有一個部分的呢 或者說 沒有關係 因為中國 走了那麼遠 都跟我們沒有關係 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 兩件事 兩個地方 分開來看 那麼 那中國走那條路 叫什麼呢 四個字說完 中國革命 OK 那有人就說 你如果 要考慮革命的話 中國革命 你是否要考慮呢 中國革命是成功呢 還是失敗呢 今時今日 有一個這樣的政團 在這裡 這樣 我們怎樣面對它的前因呢 前因就是中國革命 所以呢 這一堆的 都是 都是 都是有責任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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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種反思 來去看 這一段 中國的歷史 而 當我們考慮中國的歷史 的時候 我重新一次 就是 重回 所謂 中國革命 這個脈絡 來 因為中國革命是 不同於其他地方的革命 譬如很簡單 中國革命 俄國的革命 他 他之不一樣 這個是 我們了解 毛澤東的時候 就是 最重要 要掌握的地方 那 剛才 陸同學 就跟我們講了 左 右 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 這些 的定義 我想再補充多一些 在裡面 我覺得是重點來的 我們雖然知道有很多 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重點是 就是 毛澤東走的這條 中國革命道路 是 跟馬列 是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 我們對 中共的評價 過去 和今天的評價的時候 如果 將這個 對照拿出來說 我們可能就會 失去很多 很重要的地方 馬列的主義 和這個 毛澤東的差別 在哪裡 就是 馬列的 馬斯的思想 就是 依靠 工業化底下 產生階級 就是 所謂的資產階級 和無產階級 他是依靠 無產階級 認為無產階級 具有天然的 使命 雖然是 壓迫得最辛苦的 但是 他是 有的 使命 來創造 新的 沒有階級的社會 那 既然是 工業化 既然是 工人階級 為主導 我們只能夠 依靠他們 重點 也是 城市 工業 階級 這三個環節 構成 馬列主義 最關 最重要的 三個範疇 而得出來的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 依靠在工人階級裏面的先鋒分子 先鋒分子 還包括馬克思管人這些理論家 即是在知識分子裏面的 那部分 先知先覺的人 連結在工人階級裏面的最先進分子 搞工人鬥爭 所以整個馬克思主義呢 都是支持工人鬥爭 OK 今時今日我們有沒有工人鬥爭呢 當然有 貧富遠處顯露出來的 都是很多的階級的矛盾 在今日香港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些都是跟我們相關的 但是 怎樣將這個 越來越嚴重的階級對立 變化成為革命的能量呢 列寧給了一個 行動的方程式 這個叫做先鋒隊 就是剛才所講的 由少數的先鋒分子 組成先鋒黨 由黨去領導革命 OK 由黨去領導革命 革命成功之後呢 當然就是創造了條件 去搞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 這些東西 那這一套東西 如果它是成功地 在歐洲引起了工人運動 慢慢後來列寧 拿來改造成為 它發動我哥哥的 革命的 那套成功的方程式 在中國 可以嗎 在中國裏面 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 其實都是學了這一套 問題就是說 在中國的特殊環境裏面 就不成功 穆格東才會走出來 經過黨內鬥爭 然後在江山裏面 那場的失敗 先頭 陸和我講過 打到被人趕入 二萬五千里長征 很好聽 其實二萬五千里普傳 一直被人打 OK 就原因就是 那個根據地 都被人撒出來 好了 這樣才出現呢 以毛澤東為 肉心的 所謂今時今日 我們見得到的這一批 中共的領導人 所以它走的路線 應該是有一種完全不同的重點 那個重點是什麼呢 剛才都提過 是依靠農民 以農村包圍城市 然後 基本上是改變了 馬克思的方程式 甚至連最基本的概念 階級 後來都變成為 次要 重要的是什麼 人民 OK 人民 毛澤東說的那些 叫做人民民主專頂的東西 是他自己發明的 後來呢 他在 面對日本人的侵略的時候 他領導全民 批評蔣介石 抗日 首遠 然後 要用一個 新的 所謂 新民主主義的綱領 什麼叫新民主主義 他說 他革命的目的 其實在中國 是實行民主 不過 不是 舊式 孫中山所講的民主 也就是說 不是要搞國會 普選 這些方式 建立的那種民主 而是 可以 推翻 押在 中國人民頭上 三座大山 的 新的 民主主義 那麼 這個新民主主義 當然其實 實質來講 就是 以民族主義做主導 OK 雖然 馬克思 強力批評民族主義 但是 在毛澤東手上 民族主義 變成最重要 還有 第二件事 就是 不是每次講階級鬥爭 是講 統一戰事 所以 才有 今時今日 我們都不會陌生 這個字 叫統戰 統戰是什麼 就是跨階級的聯盟 所以 中共 和蘇共是很不同 蘇共是清一色 就是那些革命分子 後來組成 但是 中共 時事 你要聽到它 就是聯繫那些 所謂外國資本家 那些 這樣的 本來 在階級成分上 都會和它不同一樣的人 毛澤東 就是會做這些 毛澤東 就是會發展這些 所以 他有一種 很多政治上的想法 其實 不是那麼正統的 馬克思主義 這種 不是那麼正統的 馬克思主義 有沒有他的合理性呢 如果我就是 以成敗論英雄來說 肯定 他是成功地 就是 在49年的時候 將 中華民國 都會推到 只可以在台灣那裡 那 有沒有內在那種 就是 針對向中國 情勢 所發展出來的 是 所謂 他們叫做 成合中國 國情的 那個 那個 一條路呢 你如果 以成敗論英雄來說 也是說 只有這樣 才是 到最後呢 我們搞出一個 後來那個 這麼大的基礎 可以統一中國 然後這樣 那樣 好了 但是如果回到馬克思主義 所關注的階級矛盾 他有沒有一些新的idea 提出呢 當然是有的 剛才我說的 馬列主義裡面呢 要求他黨領導 先鋒分子領導 先鋒黨 掌握權力 跟著 社會主義的時候呢 就要搞計劃經濟 所以 蘇聯呢 是要依靠 技術 人員 入高的知識 能夠駕馭整個國 經濟 做仔細的經濟 規劃 將契控制 這班 有學生的手上 所以造成呢 在這些社會裡面 慢慢慢慢 那個機構呢 就變成 一個特權的來源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 後來你要看到 這些國家說要革命之後 很快要他消亡 變成真正的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 當然不行啦 因為你要搞計劃經濟的時候 就要 依賴一大堆技術人員 那班人呢 就會拿很多特權的 這個典型的共產黨 革命走向 墮落失敗 以致腐化呢 就不需要 西方民主 理論家去當我們批評 蘇聯共產主義 共產黨裡面的異見分子 那些後來被史達開除的 托洛斯基呢 他都會批評 一國社會主義走向墮落 因為出現了官僚層 這些事呢 在毛澤東 未完全掌權的時候呢 他已經是浮現了 毛澤東掌權在中國 虛洪革命之後 當然這些問題 他們不常見的 也都是看得到的 然後在中國 你見到呢 就是49年之後 其實那些問題都是出現 剛才所說的 反反反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 哇 那些人 那些人 其實很多 都是貪污啊 就是 都是 拿國家利益啊 等等 那毛澤東在這裡 他認為呢 我搞 拿到政權這個階段 憑的呢 都不是 這條蘇式的道路 而憑的是什麼呢 就是憑 那些人的革命熱情 和他所存心定義的 所謂人民這個觀念 所以呢 他會認為呢 共產主義革命 馬克思主義革命 其實都有 改造他的副作用 或者是可能出現的 反效果 甚至走向墮落的那個途徑 這個途徑呢 就是他們會認為 我們一直要革命 還有 要走蘇聯式的道路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今次今日呢 譬如 好像是 這個禮拜 在中國大陸 有人搞這個什麼 萬龍會議 多少十周年 紀念什麼 紀念什麼 紀念毛澤東 當時提出來的 我們現在呢 就不是搞 兩大霸權 我們要搞第三世界 聯盟 中國呢 要變成第三世界的領袖 我們呢 要 既是批評西方資本主義 歐美的 亦都要批評 當時存在的 蘇聯的 東歐的修正主義 什麼修正主義啊 修正主義 即是 叛叛了馬克思思上的東西 毛澤東認為他是 他帶中國行的道路呢 是克服修正主義的 所以呢 又要聯繫那些 第三世界國家啊 走獨立自主自力更新的道路啊 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是 有沒有重要性呢 是很有重要性啊 因為呢 就是毛澤東認為 他能夠克服這些問題 透過發動 人的 主觀能動性 這個很 很 很獨特的一個 concept啊 好像聽到很難的 主觀能動性 簡單來說就是 毛澤東認為 人的因素第一 人的思想是最重要 人的思想呢 決定他是革命 還是不是革命 所以不是你身來是農民 你就必然革命 或者是 木產階級 你就必然革命 或者呢 我們會看到呢 其實要改造人呢 讓他的革命性能夠存在呢 你就要不斷在他的內心裡面 爆發革命 這個就是文革時期的觀念 文革怎麼會出現呢 當然你可以解釋成為 毛澤東很不舒服 因為呢 他搞大躍進失敗了 他抱怨呢 黨內的人呢 不是能夠徹底支持他 但另一方面呢 你可以看成為呢 就是 原來我們搞這麼多 想推動社會主義的東西 其實在那幫官僚手上呢 他一直拖你後腿的 那些人呢 革命不徹底的 所以資產階級 復辟呢 就是等著來的了 所以文化大革命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口號呢 就是說我們要抵制那些 潛在我們黨內的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 OK 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他說文革要連… 連…連…連…連講 有哪一部分不是… 資本主義呢 今天 那…如果去到這個 這樣的資本主義 還… 是越來越強勢啊 那些人開始又… 甚至又再說 中國會不會變成 另一個帝國主義呢 這樣… 這些就是… 有待討論的問題 我沒有夾案在這裡 這些時候 就等於… 要我們問回… 喂… 那革命是否要再來呢 再革命那時候 是否即是要 阿毛胡江連講的 文化大革命 是… 真是會遲早回來的 我們今天可能覺得 文化大革命 真是很可怕 三十年後呢 五十年後呢 五十年後呢 一百年後呢 會不會… 革命就是已經過去了 革命終結了 那… 蘇聯瓦解的… 九十年代的時候呢 很多人會說 革命終結了 但是今時今日 再看回這個世界呢 似乎呢 革命重臨的… 日子呢 你不能夠排除 可能是今天 但是放諸一百年五十年 會不會有這樣的客觀環境呢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讀毛澤東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毛澤東留下什麼給我們呢 麥先生這本書裡面 有一個重點的 那個重點呢 他認為毛澤東之所以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他堅持著一種… 不要那麼相信那些知識分子 那些掌握知識 掌握技術的那幫人 因為那幫人呢 無論他是幫著建制的 還是幫著革命的 革命成功之後呢 他們都會變成特權階級 所以他一直以來呢 堅持呢 所謂走一條… 群眾路線 甚至呢 認為群眾路線呢 才是真正的民主 這個民主呢 好過你一人一票普選的民主 是走群眾路線的民主 因為群眾的路線呢 就是讓群眾永遠保持在革命的狀態裡面 所以… 雖然他是建立共產黨的一個人 一個很重要的人 雖然他不是創黨員 但是呢 他呢 走的這條永遠革命的路線呢 就是反體制 反組織 反精英 反權威 素諸人民 素諸人的自發性 所以民家的時期 才會有知識分子要… 上山下鄉 接受貧下中龍再教育 教育者要再教育 備再教育 不要以為知識呢 就… 大了 那麼呢 他叫那些紅衛兵去鬥那些黨幹部的時候 就說踢開黨位罵革命 哇…這個真是很厲害的 那個黨是你搞… 現在你說那幫搞黨那幫人 全部都腐化的 官僚主義的 踢開他們 革命現在是靠你們了 這樣 是不是很厲害 搞革命 如果可以搞到這樣的話 你真是… 什麼人都會把他動員起來 所以個個都會變成一個革命分子 個個都有主觀能動性 這條呢 就是他叫做群眾路線的東西 其實… Maisner呢 認為這個是潛伏在… 毛澤東思想裏面 一路貫穿著他的 雖然他一隻手拿著馬克思的著作 但是另一個手呢 他是拿著黃陽明的 他是相信知行合一的 他最重要的一部政治哲學著作叫做實踐論的 沒有任何鮮艷的 沒有任何理論呢 可以成為教條的 只要在實踐之中呢 大家才可以摸索出真實可行的革命的道路 這一種的想法 當然有為… 當時在陸同學說過 為自然的色彩 但是呢 以豐闊一點來說呢 就是相信最貧賤的人 而不是相信那些 自以為有多少可惜的人 這一種呢 是… 其實… 是承繼著 例如在俄國呢 在未有年齡出現之前呢 都有一大群… 很熱衷於改變當時俄國的現狀的人呢 他們叫自己做民粹主義者 這些民粹派呢 就是… 那個思想呢 就是歌頌這些最低層的人 越窮的人 越貧窮的人 越貧積的人 他的思想最純潔 他才… 最接近… 我們… 我們…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所希望出現那種的人 所以呢 他有這種想法的話呢 其實呢 就是… 說明呢 毛澤東呢 即不是百分之一百呢 是我們 以為他是 馬克思列寧那一類的 共產主義者 其實呢 他是相信另外一些東西的 那… 有些人呢 就會用這個呢 來… 去… 解釋 中國革命為什麼失敗呢 你看看 後來呢 就是… 文革啊 就是… 之後那麽快呢 就有… 更少平常推翻他 所做的一切 整個中國呢 後來呢 就是… 就是… 經濟又不上啊 就是… 又在那裏講革命啊 那樣… 就是… 這種… 就是… 否定毛澤東走過的路 來… 去… 去… 說明中國 因為有這種文粹主義思想 所以不能夠真是 將中國變成現代化 這一種的說法呢 一直… 存在著過去幾十年呢 就是… 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革命的 否定啊 和負面的看法裏面 但是同時間呢 我亦都… 就是… 我講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 就是毛澤東這個勤中路線 然後又引伸出 好像文化大革命啊 這些東西 就是… 究竟對今時今日 我們來講有什麼啓示呢 一… 當然就是我所講的 是不是將來我們… 要真的… 逼住… 又要… 重施革命的時候呢 是不是又要拿毛那些東西 同身再讀一次 然後看看 原來他告訴我們 要向最貧窮的人學習的 所以呢 我們也要接受這個… 就是… 憑下中路再教育的 就是… 就是… 這個當然是一條路線 另外一個呢 我就會看到了 就是毛澤東這種民粹主義的思想呢 在任何講革命的… 或者思考革命的可能性的人裡面 都會是… 走不開的 例如香港 你要見到 今時今日我們出現的 那種… 反權威啊 反體制啊 反精英啊 甚至你在… 呃… 你一方面看的人很高尚 啊 就是接受… 呃… 大學教授也要去 跟農民賽學習的啊 但是另一個呢 你可以… 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呢 這是高度的 反治的精神 那今時今日呢 香港呢 我們要看到呢 有些自… 認為自己是… 推動著革命的人呢 其實他都很喜歡毛澤東的 不過這個毛澤東呢 在他們… 呃… 利用… 底下… 演繹的毛澤東呢 是有… 的確是有很多 民粹主義的精神 不過這個是… 是一個… 右翼的民粹 所以呢 在香港呢 或者我們可以反思一下呢 我們呢 其實是有… 右翼的毛派的出現 這個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去思考一下 我們這些… 呃… 呃… 一段時間裏面所… 經歷過的事情呢 民粹主義是甚麼意思呢 呢 Miser所說的呢 就是… 他那個參照 啊 那個reference呢 就是… 俄國的民粹 啊 真是有廣大的農民 被吸收任何 工業化污染的 那時的… 廣闊的俄國的農村 作為他思考民粹主義的一個… 一個經驗的基礎 但是今時今日這個世界 可不可以再是這樣 還有沒有那些 那些未受污染的 非常純潔的 那些的人 啊 等待他去… 將我們這一班 在城市裏面 啊 就是… 受… 羊毫買斑思想 啊 就是污染了那麼久的人呢 是重新將他們再教育呢 定義的話 這種關於人民的想像呢 其實今時今日呢 他是有很多對其他 我們以上不到的可能性 這種… 這些以上不到的可能性呢 可能連… 木澤東自己呢 都沒有… 是… 在他有生之年呢 是…看得到的呢 那… 我大致上想… 就是… 跑出來的… 就是… 就是… 就是這樣 下面我們是一個討論的時間 被討論之前呢 因為… 就是… 好像流行新堂 那些不可謂的過題 在我一邊聽 我一邊都在想 就是… 就是… 現在在大學裏面 教書也好 或者在公共場合裏面 甚至於三運動課程裏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這個民主… 就是流動民主科室那些課堂 有幾多是講中國歷史 或者… 在討論上 究竟怎麼走到 今天這一步中國矛盾 就是… 其中一個… 裡面一個要的… 冤員 怎麼走出來的呢 為什麼他用這種方式 譬如… 甚至現在六八九 這個政權裏面 他用的一些方法 很奇怪的 就是… 我們不是很習慣的 所以才會覺得 香港就是沉淪了 那些… 那些做法呢 可能是叫做發動群眾鬥群眾 就是… 以前我們很熟悉的 這些狼狼上口的 就是… 就是… 可能你們… 年輕一點那些 就沒有聽清楚我們以前 就是… 拿來是變成開玩笑的 就是… 其實跟你現在講了 交右交差不多的一些講法 發動群眾鬥群眾 其實就是現在… 特區政府 起碼部分的領導人 呢 用的一種手法來的 那種手法呢 其實就是… 文革也好 或者是再之前的 如果你原讀中國現代史的話呢 很多這些… 就是… 歷史的經驗呢 其實你看到這些 諸詩馬跡 那些諸詩馬跡 我想稍微補充一點的呢 就是… 阿鹿剛才提的 整個… 為甚麼要重新讀這個… 歷史的過程呢 就是… 阿鹿剛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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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仔細的… 那麽仔細的… 歷史的… 根源 講了很多… 五大運動 三反五反 土改 阿… 阿… 抗美活潮等等 這些… 剛才沒有提這個 其實就是… 他有提過 各種的運動 講這些來做甚麼呢 之後的… 所謂集體化 然後文化 大家明白 講來做甚麼呢 就是對今天有甚麼相關 其中一個相關性呢 就是你看到 今天… 習近平政府出台之後呢 他第一個做法呢 要解決這個貪污腐化問題 仍然是用回這一種 我們講的一種 運動式的搞法 大型運動 其實… 你說延安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就是中共處理這些內部的 各種腐敗問題 或者官僚主義了 除了是群眾 發動群眾 另一個叫做整黨 它叫做整黨整風 其實現在你也可以說 是一種整黨整風 就是黨裏面出現了一些腐化的元素 然後呢 我們透過開動 黨裏面的各種監製機器 現在叫做紀委 就是王岐山 就是做這個重要的紀委的秘書 秘書長 他開動這個機器 其實就是黨內的整黨 黨內的整風 以前三反五反等等 這些運動 反右的運動 其實都有這個色彩 都是在一個黨裏面 當然又整外面 又整內面 這一種整法 其實都是一種運動 社會運動式 今天我們很奇怪 就是我們經常講 社會運動 對泛民 或者對建制 就是不以為言 覺得搞了這麼多年 30年的民主運動 或者由建制派執政 好像建制或者體制那些壞東西來的 社會運動可能是好東西來的 我不是想是 退回這個講話 千萬不要說關鍵 因為我走不出這裏了 但是另一種講法呢 你可以想回 但是在中國 現代史裏面 中共的歷史裏面 它其實就是 以這一種運動的形式去處理 大大小小的問題 和全質性的問題都不存 那處理呢 其實有些後遺症 也是今天我們碰到的 甚至在六八九政權裏面 你看到它用的方式都是 踢開了一些很規矩矩矩的 就是體制性的 你可能 就是自由主義強調的那種 有程度 有規增的一些做法 是不是的 運動的搞法呢 或者民粹式的動員的搞法呢 就不是 我只要是政治正確的 這個是對 我覺得是腐敗的element 我要清除它 最有效的方法是怎樣呢 發動到一批人 然後覺得譬如說 之前這個薄熙來事件 它有問題 或者是周永康 不是我們這個 就是大陸那個周永康 有問題 發動一場運動 將它各種壞的壞的東西 鋪上蓋地 然後展示出來 然後這幫人這麼壞的時候 群眾都會支持 因此就推行 用幾不合程序 幾不公義的一種方式 都可能通過了 這個是在延安政風 或者是50年代的五大運動裡面 已經種下了的方法 因為是有效的 但是那時候我想說 給我一點點歷史的脈絡 就是不是 那時候比較容易理解 或者比較強情 就是五大運動的時候 因為當時你看到 就是騷亂還治美國 又不是現在那種說法 其實中美我覺得它 很多時候政權上面 打龍通多過打矛盾 我估計是 現在這個世界裡面 我老師的說法 是世界資本主義體 我覺得它越來越對 都是同一個體系 社會主義 不過我不再講這個 越講越混亂 我想回到五大運動 其實它們的做法就是 由於內外交換 國民黨在台灣雖然打敗了 但是仍然有很多勢力在大陸 內部的腐化又有 知識分子也都不太相信 這個簡單主義的修編等等 因此它發展這一種 就是運動式的處理 就把所有的最大的矛盾highlight 然後所有的問題都壓抑 解決這個最大的矛盾 有一點像現在的國家安全那種說法 國家安全是很大的 誰人標準國家安全 你戰鬥無倫的 你簡直不是人 然後那些都是次要的矛盾 我們壓抑了 那壓抑了 不單止是壓抑 甚至是用很壞的手段壓抑 都justify 因為有一個這麼重要的 正確的一個目標在我們前面 當時就是民族主義 一個建國的一個過程 周圍連弦環節 然後各種反動的element 隨時來推翻你 所以呢 你差不多用什麼方式呢 都justify 土改裡面呢 其實現在今天我們看回很多歷史材料 法國就是很多冤架錯案的 你會見到 三反五反又見到很多冤架錯案 甚至黨內整風也有很多冤架錯案的 現在回到出來呢 文革等等 全部都是你見到是這樣 但是它是有效的 in the sense 就是壓抑了當時 就是有可能會推翻這個中國共產黨 這個新建立的一個國家政權的一個位置 那時候五十年代是這樣 很不幸呢 就是我猜另外一個legage 就是這一種的 建立了這個政權之後呢 是沒有改變這個方式 因為毛澤東是很熟悉這個方式 他那個遺產可能是這樣 所以在往後的日子呢 他都不斷是用這種方式去處理 就是中國內部的 以至外部的各種矛盾 那這種叫做群眾運動的方式 到今天呢 你看到六八九政權呢 如果它這個緣起呢 其實都是這樣來的 不過就肯定不是左翼的一個民粹主義 我想他們玩的就是一個右翼的民粹主義 就是如果是六八九這個政權 各種各種愛字頭 各種是它上場之後是這樣做的 曾蔭潔時代不是這樣搞的 就是你看到 它的搞法呢 是你笑灘死的 比如起鬧的那些呢 你就看到是完全不是路 就是不像現在的那種 所以是共產黨的一個法寶來的 這種群眾運動 然到今天呢 因此我覺得 如果要討論 要理解我們今天的中國矛盾呢 就是挑動群眾 而甚至導致不僅是香港內部的一個矛盾 甚至中港民眾的矛盾呢 都是跟這一種 就是中國建國的根源可能有關係的 所以今天重讀再去看回呢 我想是有這個意思的 那我也都是 作為一個很長的引誌 很多謝兩位 可以將這個久違了的一個議題 帶回下來 那下面呢 讓我們開放看看 有什麼問題和回應 我在電台也有聽羅先生說的 好像現在太平天國 是不是現在說的 是不是現在在電台上說的太平天國的歷史 不是 不要緊 我就是說我們可以看久一點的 因為我如果是 那個客人在說太平天國 其實我覺得呢 那個議制形態國的理論基礎 其實是一種假藥來的 就是馬列主義 或者毛澤東思想 都是一種假藥 就是我其實有一點點不同意 我盡快精簡一點講 因為我不是港者 但是 當年我也是一個非常之國粹派的人 矛盾論 實踐論 資本論 全部看完了 就是怎樣官僚層 托派有什麼問題 我完全相信那套東西 但是我覺得那些不是這樣的 就是現在海外 就算尼泊爾也有所謂的毛牌 但是他們可能是真的 很純粹很熱情 或者很忠於那種革命思想 但是我覺得文革是奪權的 文革主要是奪權 因為劉少奇掌握了國家主席那個位 而毛澤東是失去一切真正的權力 所以他就找一些學生來搞 就是很快他就派解放軍 成立革命委員會 那些學生全部就打了柴 就是他是搞兔死走狗幫 如果由陳獨秀作為第一個 共產黨總書記 一直 李立三王明 向中發 渠秋發 張國濤 一直這樣鬥下去 全部都是權力鬥爭 AB團在井江山 在江西的時代都是權力鬥爭 根本他們只不過用一種工具 正如這個東皇鬥北皇 洪秀傳 鬥其他那些人 維藏廢 一直這樣鬥 他們個個都不信基督教 難道他真的信神秀傳 是上帝的弟弟嗎 即是那套以色情態已經破產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再拿這一套東西出來 而且我們覺得暴力革命不是一個前途 很快不講完 我覺得我是走回去實事求是社會如何進步 英國為何會有君主立憲 美國為何會獨立 法國經過一百年的流血革命 才會獨立 其實我們要一個福山權分立的政府 要一個自我完善的政府 它可以抵抗裡面的腐化 香港不是說窮的人就革命 有錢的人就不革命 我絕對反對這件事 現在是用理論論 還有有社會地位支持我們 香港的法治和身價值那些 是一些既得利益的人 例如大律師工會的主席 例如中審庭的法官 他們根本是不憂茶和憂米 還有讀了很多書 他是離地的可以說 但是因為他們看到政府的本質 還有怎樣可以走開極權專制 因為他們讀了很多書 所以我覺得知識是唯一的力量 即是我們要搞一個運動 不是說窮、民粹、窮人鬥、富人 而是說我們掌握了一些真正的知識 牛頓、哥伯尼、加利亮、達爾文 這些都是建制的 這些都是剝數階級的人 如果你用這樣的分法 但是他們因為掌握了真正的知識 他們用公義代替邪惡 我覺得這句話 我們要走一條道路 就說831是錯 因為他違憑違法 違反香港人生價值 他說的全部是虛偽的 他說的東西是自己 是駁到自己的 所以我們要團結最多的人 香港不是說窮人和富人鬥 就會有前途 不是說上街革命就會有前途 應該就是爭取公義 團結最多的人 用一個新的方法去看未來的社會 一個開放的社會 反對極權專制 我覺得毛澤東的事情破產很久 很感謝各位先生說了很多 很精彩的說話 想問一問一件事 其實剛才 Sorry 我忘記了 你提過 還有許寶強剛才都說過 其實共產黨 即毛澤東 其實他用那套方法 就是 只要那個理念是對的 他用一些很殘酷不仁 或者違反人權的方法 他都 簡單來說就是為求目的 就不擇手段 就是說 其實由此至於毛澤東 就是共產黨上台 1949年開始 到現在一直在說 其實他的理念就是 或者最終那個原則就是 其實就是沒有道德在裡面的 就是沒有 就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就是在說的 其實是一個流氓 甚至乎是一些 可以做到好像 什麼都做得出的 可能甚至是黑社會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標準 就是道德標準在裡面 其實這個東西是 是似乎 就是現在香港這個社會 或者很多比較 就是都有 一些教育程度都比較高 香港社會 都似乎沒有什麼人 就是會接受這一套 就是好像很無恥 或者是很不合情理 或者很殘酷這些手法 那其實是不是 就是由此至終 我覺得他是不是 其實都沒有什麼一個 就是 所謂比較站得住腳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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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理念在裡面 只不過是他用很多 很花巧的方法去包裝 他那種 就是好像剛才那位先生說的那種 就是奪權 就是想拿到權力的這種 慾望 或者他想維持自己的 權力的一種方法 其實他用一些 比較漂亮的堂衣去包裝 這個東西 而不是真的 在說什麼 共產主義 就是真的馬克思維列寧 或者誰 就是真的想推行一個 好的制度 而是 其實他想利用一些 這些所謂的主義去 去到 就是 剛才 他補強都說 就是justify 就是去 講到好像很合理化 他自己的 很恐怖 很得人驚 或者很離譜的一些 很自私 很獨裁的一些思想 其實似乎好像 由始至終那麼多年來 都沒有體現到一些 比較真善美的 就是比較人 比較希望會達到那個 就是那種狀況 就是不是說 那麼有那個理念在裡面 其實 謝謝 謝謝 就是 就是那句 我認識都是透過這本書 我依據這本書的文落去認識當時的情況 就是我明白 就是我明白 以今天那種的尺度 去看回當日 就是毛澤東所做的很多事情 其實真的可能可以 以你這道理看 沒有民主的基礎 沒有 很獨裁 很 骯髒 但是我就 就是 我就不是說要完全認同 他毛澤東所有的做法 但是我會嘗試 就是以 以當時那個社會物落 是史物落去理解 就是 明白回當時那個社會狀況 當時毛澤東他為了實踐 馬爾斯主義希望達到 就是 國家有好的改變的目的去看 所以 我會有一個同情的理解 他去用這個方法去做 也就是剛才譬如 譬如他很強行都講過 就是當時那個社會狀況 受著列強的圍剿 的情況之下 奪了權 而不想實去權力的情況之下 可以進行到一個社會改變 社會變革 而那個變革是出發點 動機 我可以說 是良好的 我會去這個方法去理解 他那時候做的所有事情 當然現在的社會狀況 可能是很過分 但是那時候的做法 其實 或者我們不是要完全認同他 但是 或者可以在他的做法的一個 現實之下去看回 我們如何避免同樣的錯誤 或者學習一些好的東西 正如可能用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幫助我們分析 現在當時的一個香港的處境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剛才那位先生說 就是可能說 就是 很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我想 不可以太簡單 演繹到 譬如說 毛澤東就是一個 背紙手 就是一個 激權的人 解釋了所有事情 這本書 另一個角度 讓我看到的 就是可能有另一個角度 去理解當時他做的事情 背後的原因 當然我不排除 他可能有很多 希望奪權 權鬥的動機在裡面 但是 這個可能 未必是一個 純粹的解釋 在權鬥 是不是這麼簡單 權鬥就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解釋所有的事情 其實也未必 如果 譬如套下去 Meinster這個角度體 去理解回 他那個 做法背後的動機 其實又不是說不通的 當然 這始終是歷史的問題 無從稽考 但是我想 重點是 可能我們需要 有多幾個角度 去看回歷史事件 才能夠幫助到我們 去學習 去繼續 向前走 這樣 這是我簡單的回應 所以我覺得 我很感激 剛才的回應 其實如果我坐下 我會說 一樣的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要說清楚 我們今天 什麼模式 都說 如果是30年前 可能會更加要用這些 出來 跟毛澤東說 不是啊 他那些事情 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我想 我會這樣看這件事 就是說 革命這件事 就是當大家都可以有 有這樣的 luxury 去說 說 我們可以不說革命 這樣 或者我們堅決拒絕 用革命的方法去思考 這樣 沒有所謂 我覺得 毛澤東的所有的東西 你將他歸入為 天下的所有 想推翻王朝 各種革命家 是否馬克思主義 還不是馬克思主義 其實都可以歸入 那類的東西 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搞這些 天下 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 就是 就算有很多解決不了的問題 都不是用革命的方法去做 但是 我會 覺得 革命有沒有需要呢 這個我不是 就是 個別的人 在個別的時間裡面 所決定的事情 他可能會在歷史裡面 有些時間會出現 他可能 他事實上是出現過 在法國大革命的時期 那法國大革命的時期 呢 前後那些人想起 你要找一堆權術家 利用那些 很Charming的 一個語言理論 去 誤導了那些人 然後上了拳之後呢 就是大屠傘 你看看那些 法國大革命 你都很多 都可以分辭到 這個 這個是一個 永恆的 矛盾 那 毛澤東之所以 為什麼 對我來說 還有這個相關性呢 就是在於 我沒有辦法 能夠在今時今日 這個處境裡面 說 將來不會有這些東西出現 這個所謂革命的處境 可能會去到某一天 更多的人會 會覺得 這件事不是的 都真的要這樣 那時候呢 那些小毛澤東就會出來 其實現在都出現 正是因為現在我們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小毛澤東出現 我們才會覺得 看回毛澤東經過的這些東西 究竟它是什麼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就是 所謂革命的思路 那套思路 首先說到思路 下面可能一套思路裡面 有很多種理論 很多種做法 它都是在說一件事 非常時期 非常手段 OK 這個就是 我們對自己的處境 怎麼看的問題 現在是不是非常時期 如果是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用非常手段 是吧 這些在神秤之前 你跟我說 我現在非常時期 所以我們要非常手段 那個人站出來 就會懂得擋 但是現在 在香港的狀態裡面 我會發覺 越來越薄弱 是呀 真的非常時期 是呀 真的有些東西太離譜了 是呀 真的我們不能夠 真是認真思考一下 都是要放下這些 什麼膠什麼膠的 那些這樣的底線 這些問題 我不想去到細緻那裡討論 而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Logic 只要你定義那個 狀況 是非常時期的話 就有一大堆人 用各種方法 跟你講話 非常手段 毛澤東只是兩個例子 毛澤東只不過是在 中國 過去一百年裡 都 都被某種 意義上界定 成為處身一個非常時期 是吧 因為革命思維 就是會告訴你 我們現在非得要 推翻 現存一切不可 這樣的時候 那怎樣去做呢 哪裏是底線呢 馬克思有一套 列寧有一套 毛澤東說 你這套都用得 我又來第三套 然後 還會有第四套 第五套 將來不會 重複這個場景的 我也知道 但是 Logic仍然在這裏 那麼 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去看回毛澤東的東西 那個相關性 就會跟 你覺得 這個就是人類出路 那種的看法 就不一樣 這個也是我自己的那個 就是 那個 思想 那個 狀態 那個轉變 和三十年前 為甚麼不同呢 我 都不是說這裏 不過 又是挑起了 所以沒辦法 又是三十年前 我可能 都是會 講法的 可能會回應 又是 好像羅應生 那樣 會提一下 都可能 甚至會像 老人聽多些 三十年前 我會注意 今天 今天 有 你都不同 喂喂 Sorry 那麼不同呢 就是 這位朋友 比如說 好像他們做這些 非常時期 非常手段 做 為了群眾 以群眾 挑動群眾 對群眾運動的方式 去做事 好像沒有底線 沒有道德 今天我們 都是說 左膠右膠的那些 都是 左膠你 經過那些普世價值 都可以 有一個 就是道德底線 好像有些人不能做 那 有時候會被批評 說 喂 現在非常時期 你還講這些 還要講 要 普世平等 不要太離譜 不要踢人家的GIF 等等 這些 這些 是不是有少少 就是孫生 有少少 愚蠢 等等 都是那種 討論的 一物相情 我猜今天 都會有 這種做文 但是 反過來 看歷史 可能有一個距離 幫我們去思考這些問題 我們 trap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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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現實問題 我們用兩個咪 我都 那我必定可以的 那個歷史距離可以怎樣幫手呢 我猜 梁廷提到那個 歷史脈絡是會幫到我們去思考 一種道德倫理問題 因為道德和倫理我覺得是不同的 過東西 道德好像universal 就是 無時無刻都對的 無時無刻我們一些事情都要守的 比如說我們不可以說粗口 或者不可以說謊 好像universal 但是有些時候 可能你會發覺 說粗口可能合理一些的 比如說 八十七媒出來 第一放出來的時候 個個全場都說粗口 不說粗口那個人可能沒有道德的 可能是 這種我們叫做處境性 有時候我們叫做倫理的 就是一個 用另一個字ethic 是不是ethical的一個 就是ethic 很多時候會看回處境 再有一些調節 那些調節當然不可以太離譜 完全調轉了 剛才阿鹿提那個 我想補充一點 也都回應這位先生的說法 就是你講五十年代 就是胡亂東推行這些五大運動 或者沿岸警方的時候 和今天呢 就是我們講到八九個對比 就是都是有少許類近的 一種民粹 或者又是民粹的做法 和韓永德是有不同的歷史背景 譬如現在講的國家安全 你覺得會虛偽過在五十年代 講的國家安全 我想講歷史處境 是會導致你做那些事情 事後容易用一個比較羨慕fatic去看 當時我想舉一個例子 就是抗美援朝 韓戰 中國共產黨在五十年代 是打這個韓戰 打這個韓戰 很多人會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會百貴待舉 剛剛建國的時候 49年才建國 50年代 初就去打 幫不朝鮮 當時打南韓 和美國打 美國當時是最厲害的 是全世界軍事最強的國家 中國共產黨 就是 拿苦彌身分 無緣無故 應該是自己建國的 沒有理由會 而且它干擾他人內政 這個是大忌 但是真的是這樣做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剩下了 國民黨的第一批領導 是否喪的 這幫人 沒有腦 但是你看也不是 如果他們這幫人 沒有很清晰的政治計算 他都不可能打贏國民黨 也是全天炮利給國民黨 那什麼原因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當時是國際嫌棄有關 包括蘇聯對中國 其實都負視擔擔 當然蘇共好像說 跟中共是親兄弟 其實是講的 實際是一個政治利益的計算 包括會不會影響 中國將來的發展 當時中國沒有辦法 就是它兩種選擇 在這個剛剛新建立的 獨立國家裏面 它一方面 就是面對的就是 美國的一個強大的力量 圍堵 包括整個東亞 甚至買建議計劃之後 整個西歐的一個圍堵 唯一可以依靠就是蘇聯 但是蘇聯這個 也都是很shakey 會信不信你中國共產黨呢 你也都可以玩兩張牌的 一個表態就是 參與這個韓戰 跟你美國 即西方打一場 其實就是一個取信 這個是一個考慮 另一個考慮就是 打韓戰其實是發動一個 所謂國美緩潮運動 所以五大運動是一齊 是處理國內的問題的 打戰爭呢 其實將矛盾外移 你現在看六八九等等 或者中共現在的那些做法 都是這樣玩的 外面現在很厲害的了 周圍都圍堵中國的了 中國的 群國崛起 所以周圍的人都不信我們 所以我們更加要莊敬自強 所以內部那些矛盾一定要壓抑 就是千萬不要搞雨傘運動 這種呢 我們叫做war making stay making 以前我們都在另一個場合提過 就是透過打外面的一個戰爭 是導致國家的建造 讓它 suppress內部的各種反對力量 韓戰都是這樣 因為當時又要搞土改 又三反反反 又要搞整風 其實挑很多火頭的 有少許像六八九周圍挑火頭 它都是很大鑊的 就是全世界都得罪了 為什麽它這個全世界都得罪了 整個香港都不妥了 不妥了它是怎樣呢 就是整個更大的外部的一個矛盾 就是有一個國家安全的 或者有一個外部勢力 就是哪一個外部勢力 將會整個香港變成一個反動基地 所有的矛盾 包括你法律界不妥了它 教育界不妥了它 就是勞工界不妥了它 那些國家不妥了它 都由於一個大陸的 外部的力量就是 那你愛不愛國 那些叫做金鐘人的物體會問我 你是不是中國人呢 那它跳出來會跟你講這些東西 那不是中國人的時候 就會將所有的矛盾 就轉移到一個民族的矛盾 一樣的 打一個戰爭 今天我們覺得很好笑 金鐘人之流的這些 當然很好笑 但是你當時不是很好笑的 真是生死存亡的 在國際局勢裏面 所以我說的脈絡是重要的 就是一個對比 對比是有少許不同的 就是跟今天是少許不同的 你今天如果再講這些東西 我就完全同意 是差不多是沒有道德 沒有倫理 沒有底線的 其實是一個語言藝術 所以說是一個有逆式的一個講法 一個保守的 保守還原有的 既有利益的一個講法 但是50年代是不是這樣呢 我猜是可以再 就是有一個不同的想法 我稍微做這個補充 但是我儘管是這樣呢 我仍然是想提 50年代這種做法 華東的做法 是種下了我們今天 這種群眾運動的根基 是有問題的 我今天反過來 所以我說不同的 30年前我那個回應 是有問題的 那個問題是包括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真普選 或者民主化呢 用一種選舉程序 程序正義去處理呢 我覺得是重要的 這個正是一個解約來的 就是處理 而當時有些機會 可能發展到的 但是由於各種原因 也都是由於華東個人 可能很深信的這種自信 在歷史過程裏面 是沒有走向這種 所謂民主化的一個過程 這個我覺得是可惜的 今天可能是 也都是要重新去思考的 不好意思 發了那麼長 我想回應一下 這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來的 就是我覺得 我聽過他講師 就是許先生講過很多東西 我其實很想認識他 因為我很有心 我們用知識 用理論去講 我想跟大家講 我講的未必對 但是我用了很多時間 去思考和研究這個問題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在中文大學的時候 我是一個100%的國粹派 我相信馬列勞的思想 我認為那個是世界的前途 為什麼我否定這件事呢 不是說我變得質疑 而是我們看清事實的本質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現在我們忠實作為一個必修科 有些好的資資去搞 極其有必要 就講回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為什麼 我講最後一件 大家知不知道呢 聯合國安理會的永遠成員是誰呢 中英美化蘇嘛 你知不知道 現在我們抗美援朝的時候 中國對面不是美國來的 中國對面是聯合國軍隊來的 全世界打中國 為什麼 這個 五個成員國裡面有一個蘇聯 但是為什麼聯合國會打中國呢 就講這個問題 你應該找到一個答案 就是蘇聯是在玩中國的嘛 它一方面 就棄權不去投票 去完全憑使安理會那個責任 等到可以舉一支旗 叫做聯合國去打中國 另一方面呢 他呢 又可以借這個機會 去跟美國玩贏 自己又不用死人 但是中國呢 這個問題呢 毛澤東是一個野心家 還是革命家 毛澤東是否一個同壽傳的方法 我不知道 不過毛澤東呢 這個是一個 沒有得三七開 沒有得一九開 是十對零的開 是一個魔頭 這個東西是我現在說的 我以前覺得毛澤東很偉大的 因為在中共建國這段時間 有四千萬到七千萬人 非戰死亡 這些東西是否革命必然要做的東西呢 這些東西是否人類的鬥爭 要必然出現這件事呢 他答案是不是的 因為中國可以走另一條路的 所以我們講抗命回調 講回北朝鮮和南韓的問題 南韓在李承晚的時代呢 是一個專制的政府來的 沒有民主自由的 甚至到朴正希死了 我們知道方舟事件 有沒有學生運動 他們的抗爭付出的代價 給我們的香港學生 大幾千倍 死了很多人 但是今天的南韓 是一個開放自由民主的 真正一個 亞洲人覺得驕傲的社會 是怎樣呢 不是走暴力革命的路線 不是走極權專制 任何主義 沒有任何主義的 你今天問南韓的知識分子 他可能有一千種主義的 這個就是開放社會 這個就是跟這些歐洲的國家 譬如丹麥瑞典 是一樣的 即是我們要走一條路 不是一個捷古華拉 或者卡斯特羅 或者毛澤東 或者金剛大道 或者尼泊爾毛牌 不是這條路線 這些東西是破產 我們應該要告訴別人 這些東西是破產的 我自己以前信這件事 我現在都不信 即是我們找一些地主 去鬥了它 分了一些地地 當然有人支持的 你由AB團 由井江山 由瑞金 一路殺到現在周永康 都是邪惡的 是魔鬼鬥魔鬼 其實這件事 是真正的面孔 所以我覺得 中國 另外一件事 為何會打韓戰呢? 我個人的體會 大家可以去看 是否對 還是不對 他打贏了國民黨 收編了很多國民黨的軍隊 變成人民解放軍 再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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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志願軍 全部去做炮灰 死光了 你知不知道 那些 抓了之後 俘虜了之後 大部分 不想回大陸的 大部分要台灣 本身是國軍 我們看到一件事 就是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是不重視人命 不重視人的價值 他為了自己的生存 是不顧一切 這就是他的本質 不過今天已經 退變成為一個 國家資本主義 今時今日 我們隨便 找一個廣東省的政協主席 都可以有幾千億的 我們隨便 找一個農行的副行長 去澳門一年 賭書30億的 這個是新時期的 新的中國 新的幕術階級 這件事如果我要推翻它 你不是搞一個暴力革命 我覺得 絕對絕對 絕對不是搞一個暴力革命 香港的希望 就在我們的知識手上 有錢的人都有正義 沒有錢的人都有正義 如果我們沒有知識的話 我們一定會輸的 所以我們要 你要看中市 韓戰為何會打打 蘇聯為何會有個 這麼曖昧的角色 為何要中國死這麼多人 其實 美國是否想侵佔中國 美國沒有這麼想過 不過是中國 是被史達林玩了上 應該說毛澤東不介意去玩 因為他消滅了那些政敵 消滅了那些國軍 以及解決了國內的問題 他對人命是完全不介意的 那我們是不是想 我唯一可以和毛澤東比較呢 就是一個 二十世紀很出名的 你知人物 就是希特拉 希特拉他有很崇高的理想 日以萬民族的一種理想 他是一種變態 病態的理想 但是他不重視生命的 他不重視一般的人民 他為了這個目的 可以犧牲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毛澤東最相似的 就是希特拉 好 好 不可以再 對毛澤東有任務 不可以調遜 可以調遜 有否其他朋友的問題 出來講 出來講 不好意思 想請教一下 講講模式 其實中國當時 大家覺得有些什麼 社會或者文化的土壤 令到這種模式的革命 或者模式的專制 會出來 會在中國這麼多年 很簡單 我們通常很容易答到窮 或者階級矛盾 很嚴重 但是這兩樣東西 由清末到民國 是窮到窮到那個地步 階級矛盾也似乎 有很多地方未至於去到那個地步 即比起蘇 比起俄羅斯 比起拉丁美洲 都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為什麼會出出這些東西出來 因為這東西可能 關乎到以後我們的社會環境 是不是又會不斷再重複 這樣 我聽了對面的位先生說 我心很舒服 我覺得很痛苦 再看回毛澤東那些 對生命的那種滅致 就算多有理財的需要 生命是最寶貴的 我們真的不可以再看 用那條路來有任何的幻想 有其他問題嗎 或者評論 好想 好像剛才聽了這麼久 整個廣告來說 其實就好像說 因為共產黨一直以來 都在用一種專制方式 你唯一在黨內 可以處理到那個專制 就是找一班人去製造另一個專制 去奪取對價的權力回來 其實現在 除了在中國裏面 其實除了這一種的方式之外 有沒有其他一些的方法 可以對 可以不用這種 就是搞民粹的方式 去處理到現在 中國那個政治結構 如果不是 他寫過憲章 寫得這麼好 都是沒有用的 他全部都這麼跟 只不過 去到某個位子 就是說 現在是非常貼 所以用非常多的手段 那些之前寫下的所有東西 都是不來的 現在就搞了一些事情 但是其實 沒有 永遠一個法治的精神 不會存在在裡面 永遠都是在說 現在要處理一些 更加嚴重的問題 那 香港 或者國內 現在都在說 很多人 其實要求他們 我們所說的 用法治的方式 去處理 中國內部問題 反過來 也都 這個 中國的政府 也都不堅強調那些法治 但是那種法治模式 就是在說 那種 你們要聽話的法治 我們是否可以用回 就是如果我們面對 一個這樣的政權的時候 香港其實怎樣都沒有用 如果要去對回 上去大陸的時候 是否我們要 在這個共產黨的黨裡面 去提倡一個 另類的 就是有意於 就是中國 現在 習近平所說的 法治 的精神 才可以其實 去令到 這個國家有改變 就是反攻大陸 是不是用回 香港 現在我們不停地討論 一個法治的精神 去推翻它 去上面 要求他們上面的人民 去監察他們 地方的人大代表 用這個方式去 去反攻大陸 那 第一個問題 以我理解當時 為什麼可以動員得到 那麼多群眾出來呢 當然 為什麼再之前就不能夠呢 當然也是 回到那個 當時那個實際環境的情況 很明顯 芒削 自古以來 那麼久以來 對農民的芒削 都會有的了 但是當時那個情況 就是 毛澤東作為一個 黨的領導人 國家主席 是不是 就是他號召人 去 起來 就是 類似是 賦權他們 賦予權力 給他們去挑戰黨 就是 合情 合理 合法地 很明顯 我當然要出來 一個精神領袖 一個這麼高地位的人 明白到我們的處境 是多麼困難 而現在他叫我們去造反 是不是 那當然 很容易就可以號召得到 人出來 去做這些運動 是不是 再加上 民粹主義的運作 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 他可能以某一些的名義 號稱去召集一些人 但其實 裡面 令到那幫人出來的原因 其實是很多軟化 不是就是 等於他號召那件事 實質上他們只是因為那個原因 就走出來的 可能因為他們就是 很多的抑壓 很多的其他的社會不公平 現在有人號召你 什麼題目都好 什麼名義召集都好 我就要出來挑戰政府 挑戰國家 挑戰黨 這樣就會出來的 我想這個是 當時那個情況 那個 刑隔世禁 是令到他 這些這樣的 群眾運動 是這麼容易發生的 那其實 今天 講毛澤東主義 其實我想 每一次 社會有任何危機 的情況之下 譬如之前有金融的危機 很多人就會重新去看 就是 有些什麼出路 那樣 今次香港也都是 就是 有一個群眾運動 令到很多人去重新思考 就是重新去想 重新去學習 重新去拿更多 更多的知識 那 其實 我猜 可能 毛澤東的歷史 或者共產黨的歷史 我們在這裡 重新看過 學習過 對的錯的 好的話 我們都認識過 跟著我們再去 保存清 看看我們 學習到之後 下一步怎麼做 但是反而我最想指出 就是我們可能都是要 尤其是現在這麼低限的情況之下 我想是需要有一些 的希望 希望是對 一個 未來社會 未來世界的 一個想像的希望 我們的希望 不是很簡單地說 就是說 否決政改 那就完結了 否決政改 代表什麼呢 你說要落區 實際民主等等 那 一人一票 那是不是解決了所有問題呢 那這些其實 可能大家要更加值得思考 那為什麼 我現在都開始去 就是 看回一些其他的 社會理論 譬如說 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 他提供了一些 社會進程的模式 給你去思考 那當然不一定是對 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時候 都是那一句 我都認同 是需要學習的 那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去 做這些歷史的回顧 其實都是一個 學習的過程 你說 反攻大陸 那你說 法治反攻大陸 這個當然是很理想的狀態 做得到當然是好 是不是 就算大陸裡面來講 他都是以法治為名 去治國 但是他的法治 和香港的法治 當然是很不同 那你說有什麼方法去反攻大陸 我想 那我想都是回歸回去 自己做好自己的事 那最近現在 就是 許保強都介紹篇文 是不是 就是沒有權力者的權力 那可能我們就是 嘗試去 認真地看待你 自己日常生活裡面 每一樣的事情 認真地這樣做 活得 女樂真誠 在這麼虛偽 這麼複雜的環境之下 做回自己應該做的事 講真話 做實事 那我想都是一個方法 由自己開始去 反攻大陸 以你的名義 好 這是我回應 謝謝 關於 就是 在中國 會 這麼容易 會 由 毛澤東這套東西 就是 推動到 那些 運動 或者 中國革命 為什麼會 採納他這套呢 當然 這件事 自從毛澤東死了之後 那麼多年 其實不斷 都有人 探討 在80年代 這個探討 當然就是 更加 更加 熱鬧 譬如 李澤口那時候 他出了很多書 寫了很多文章 那些探討 就是毛澤東思想 本身 那個中國特色 那麼 有一條路數 就是 看法 就認為 毛澤東 衰就衰在他 是 偏離了 馬克思主義 今時今日 可能 對大家來說 就是 馬克思主義也不行 偏離他有什麼 次要的問題 但當時 的確是 引起很多爭討 偏離 馬克思主義就是什麼 就是他行為 是唯心論 不是唯物論 所以 他意志決定一切 所以 他 摘搞的事 其實 一早就證明 不行了 這道說法 就是 由中國人去寫 以為你就是口 那些才見知 但其實 毛澤東搞他 這一大套事 的時候 蘇聯人 東歐那些人 對毛澤東 都是看法系商 同意 認為他搞的事 只不過是小資產階級 狂熱而已 所以 其實 到了最後 偏離馬克思主義 最關鍵的一個東西 就是 他都不是依靠共產階級 亦不是去正正經經 搞好黨 所以 裡面已經存在很多 叫做 李澤口就可能 叫做傳統因素 傳統因素 他發覺原來 毛澤東 與其說他是馬克思主義 不如說他是一個儒家 他用的東西 其實很多中國傳統的因素 這個傳統因素 都有一定的解釋力 因為中國傳統以來 何時出現過工業社會 令中國可以在 不同的現代社會的模式裡面 選擇走哪種現代社會 八十年代 一個主流的 對毛澤東的批判 就是認為 根本就是傳統打傳統 毛澤東代表的就是 傳統力量 傳統思維 帝王思想 在帝王思想之下 根本就不可能 是會創造一些屬於現代 明明的東西出來的 這件事到現在 都一樣是存在著一種自由主義 為甚麼不能在中國生根 以及你會看到 今時今日 在中國裏面出現的抗爭 都是好像剛才 問題的朋友阿東 所質疑那件事 喂 今時可不可以看這條路阿 其實每一天 在中國大陸的那些 討論政治問題的網站上 都在那裡有一班 所謂自由派的公知 和另一班所謂無阻 在那裡辯論 他們的辯論 其實重複了過去 那時候沒有互聯網 但是那些所謂的 今天的爭議 其實都是那時候的 鬥爭的翻版 對於相信無阻的一班人來說 就是自由派這班人 當然是代表的 就是西方資產的價值 而是他們不相信 在中國裏面 可以搞不理所謂的 那個憲政 那大陸裏面 的確是有一大班人 付出他的代價 去坐牢 去堅持走一條 譬如憲政的道路 那些維權的人做甚麼呢 那些維權的人 就要堅持我們現在 不要再搞暴力革命 不要再 好像這班無阻一樣 去挑戰 現在這些所謂自由主義的價值 又將它醜化成西方的疏擺影響 甚至是CIA特務 這些甚麼都出來了 所以為甚麼 毛澤東的東西 對我來說 就是要完整的討論 是很有困難 想回到原來的歷史物裏面 當然有歷史學家的一種想法 是不是 我跳進那裡 但問題當然就是 跳一去 跳不跳得出來 是不是進了一個歷史場景 我們就連批判力都會失去呢 這些很經典的文化 研究問題來的 你要同情地了解 但你是不是因為這樣 而失去自己的批判性呢 但是這些事情呢 太當下太目次了 譬如今時今日講的毛澤 他都已經不是 在三十年代 真真實地 在中國的落後地區裏面 搞革命工作的人 他們都是 他們很大部分人 都是 對當時發生的事情 有所想像 希望可以整理 以及建立 所謂失去的記憶 但是同時間 也會有這幫人 就說 你看這些事情 只能夠在中國裡面發生 所以證明 中國現在當然是非常正確 無阻裏面都分裂 無阻裏面都分裂成為國家派 和不是國家派 所以我都經常遇到 他們這些 有類似想法的朋友 我都問 你們究竟是想 說明中國革命的合理性 所以 證明今時今日的政權合理性 還是你會覺得 當年的革命 其實這麼有合理性 但是你今時今日 看到毛澤東所預計的 東西出現了 你是不是準備參加革命呢 準備發動提示革命 很多時候他們都是 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是 我都是回答不了 現在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困局 這個就是 就是 究竟那些東西 這堆東西 不少人 有些就是 說一大堆無謀的話 但是接下來 他只是發洩在 例如反日 抗日 那些問題上 大家是不是在鬥爭裡面 去爭論這些問題 又不覺得是 反而看到那些人 小小的東西出來 例如劉曉波那些 出來支持 這些憲政道路 或者是那些 堅持要走公民社會道路的人 前幾年還有一個 拓展的空間 但是習近平這些上來之後 全部用回 模式的那套 就是手段 就把這些 這樣子的 臭老狗 那些什麼 都不可能 是排斥到它 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 的確是這樣 所以是相當困難的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 當然就不是跟你講 那些人 他在馬列的立場 只不過認為 毛澤東是太中國而已 從自由主義的立場 當然就是 會覺得 由後到尾 所有被掩蓋的東西 都不能夠說得清楚 很多大躍進裡面 死了多少人 民家裡面 究竟是 玩了什麼 越來越多材料都出現 我想這個 其實已經是超越 Meissner 這個寫在幾十年前的架構 是吧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有沒有一些 非選不可的說話 或者問題 可以最後一回合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這位 法律商的事實上的辛苦 徐商 不如我問你 我自己覺得 剛才說了 我在毛澤東身上 什麼都學不到 學到的是零 那你覺得 你學到什麼 有沒有其他 最後一回合 看看有沒有 沒有 是問題 有沒有發言的相片 如果沒有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然後請 我也脫離不出 這個英國的想像 因為 自小英國的想像 英國的想像 中國現在正在用的 那一套歸邊 你不是我黨派 你死開 即使你多有才能 多得也好 你都 你都 是被我打下的巨像 剛才有講過 其實需要有 就是知識的方法 去 不要那麼反治 不如就 聊 反過來 過去 民政府所用力的 那種政治吸納 你是反對我的 但是你有point 你好像知道 某些方法怎麼做的時候 我吸納你 成為我 政府的部分 跟著 等你跟我去 內部談戀數 跟著就去搞 一些政策出來 這種的 政治運作模式 又會不會 可不可以跟現在 就是 中共對於我們 這個方法 去做一些比較 主持人 可不可以 解釋一下他 這個還是這個 這個很清楚 這個問題 就是東你學到什麼 我理解 如果蔡莉再解釋 他就是 其實很難 不如你再說一次 用問題一個直接的問題 一個對比 就是英國的殖民的方式 和當時的對比 政治吸納和結黨營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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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些 什麼方法其實 譬如 這套模式 用回 在 民主派 變成 當權 才可以 可以留意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我 死都問不到 其實 不關我的事 所以不用回答 好 不如你只回答 我簡單回應 就是 我不會說 從毛澤東身上 就學到什麼 但是 我會 就算你要這樣說 可能就會學到一些 你認為錯誤的東西 為什麼錯誤 怎麼重成錯誤 下次怎麼避免 那種 的錯誤重複再出現 還有 要試一下 就是我覺得 當然我的認識 真的很無限在這本書 和一本 這麼不相對舊的書 我會去 當然 繼續去看多些其他的資料 去理解那個事實 那是怎樣 但是 起碼 我會覺得 就是 要 看 要評論的時候 可能未必只是說 將所有的 問題 簡單地歸咎 在一個人身上 當然 它絕對是 有問題的 但是 造成一些這麼多的災難發生 其實有很多 都是牽涉到 譬如一個黨 一個機制 甚至可能是一個思想上的錯誤 我想 我們就是盡量避免去很簡單化 妖魔化了一個人 將所有的問題 放在那個人身上 就好像解決了一個 其實有其他 營養去處理問題的一個方法 我想這個是我會 我會警醒自己的一個進步 去思考這個問題 其實都幾清楚的 如果今時今日 哪個人 就是 剛才我講的那些 在大陸的 無阻的那個 令計 因為他們在 完全 另一個 脈絡底下 思考的 但是你看一下 就算香港 台灣 甚至很多 其他地方 今時今日 你可以仍然找到 托牌 你仍然可以 找到 一些很正統的 馬列 但是你再 很難 找到 一些自稱 木牌的人 當那樣 是他現在 推的 所以 其實 這個是 說明 其實 這個 戰場 就等於 不會再有人 sale 斯坦主義 列寧主義 有人sale 斯坦主義 是沒有人sale 我覺得 這裡 是有很多 可以看的 中間我對接 就算你咬到 激進運動 列寧 還有很多 可以討論 但是 如果是毛澤東 我們 似乎 熟悉他的人 不敢說 不熟悉他的人 更加 現在已經不會再說他了 好了 另外一個 就是 我猜 阿東問的問題 裡面 前藏著一個 就是 英國人搞政治的 那個前設 就是 可不可以在中國 土地心的問題 英國人可以說 你一開始問的時候 不是說 吸納的 你是說 尊重你有這種意見 然後我怎麼處理你 我想這個是 一個 自由主義 根底深厚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這些人都是自動自覺地 是有 我尊重你的 意見 但在另外一個文化 另外一個世界裡面 就差不多不是 你這樣夠膽說 已經是 潛在 威脅我 我 只有 處理你 用我的方法 處理你 這完全是 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 我們在香港 當然就是 夾在這兩種革命裡面 兩邊都知道裡面 操作方式是怎樣 以及搞鬼的地方在哪裡 如果自由主義可以搞出食民主義的話 那麼 相對地 我們 中國偉大的文化裡面 又出國負責 都一點都不奇怪的 好了 很多謝兩位 港姐 今天跟我們分享 我估計 希望以後我們 如果我們都同意 這種討論有意思的話 回到歷史裡面 我們可以多做一些這些課程 特別是現在 政府都說要搞中市科 成為一個 主修科 那我就 不是很擔心的 就是 通常政府搞的事情 我們都覺得很衰 反對等等 但我覺得 是evalent更多 就是 現在搞通識教育 就搞到那些人都出來了 其實搞中市仍然搞 那些人都照 要你認真去做 有什麼道路 我估計都是可以的 但是要很認真 因此 這些過程 我估計就是 嘗試找回 這些九位 討論歷史的一些感覺 希望下一次 下個星期 我們會有 另外兩位 就是這個市場系列的 最後一節 就是 報告的 關於法治這個論述 他用報告的一個觀點去看 現在我們說法治 究竟為什麼是這麼說呢 這樣說 有什麼效果產生呢 我們兩位講者 一位就是周博言 很多人 可能認識他 是一個出名的音樂人 其實他真正的身份 是一個律師來的 就是他是讀法律的 就是周博言 不過他就很執言 他會是從一個專業的角度 之後去討論 另一位就是 知逗媚 是港大迫避的 就是 這方面報告等等 很有研究 希望下輪可以見到大家 多謝